吾他 亦往昔而 吾征战南北二十余年 未尝拜祭 一天的時候就入手來玩 那玩了將近35個小時 那已經破關了 那順帶一提我是玩困難模式破關的 那針對這款遊戲我有一些想法 然後包含他的優點缺點 然後簡單跟你分享 如果你還沒入手 或者是正考慮要入手的 那也不妨可以參考我的意見 首先第一個 這款遊戲我沒有玩過他的 算是前傳 或者是說重製版之前的 在以前的時候也有一個叫照運轉 那因為我沒有玩過 所以呢我就只針對 2024年的照運轉 來做一個分享 那當然如果有一些老玩家有情懷的 比如說他可能跟以前比他進步很多啊 等等的有情懷加分的效果 那這點因素在我身上是沒有的 因為畢竟差了十幾二十年 遊戲總是會進步的嘛 不可能過了二十年還不進步 你說是吧 好首先第一個 你應該說他是照雲轉呢 還是照雲無雙 還是暗黑照雲轉 或者是三國照雲轉 我覺得都可以 他在某種形式上有點融合了 我剛才上述講的遊戲 那尤其我個人覺得 照雲無雙跟暗黑照雲轉 比較類似 他一樣有一些類似刷裝刷寶的因素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一槍在手 然後天下無敵的感覺 可是可能由於我玩的是困難 困難模式吧 我覺得他在怪物的設計平衡上 有一些 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提防 就是小怪有的太弱 然後一跳接到精英怪就太強 有可能這個在前期很明顯 有可能會兩三刀就把你砍到殘血 甚至秒殺的 那到了小Boss大Boss 那個傷害的跨度又更明顯 所以他可能是要逼著你去練功 因為畢竟這是一款動作RPG遊戲 可是他的裝備是以十等做一個集聚的 就是一等、十等、二十等、三十等 所以如果你沒有跨這個等的集聚 其實你的裝備的變化性不會太大 更不用說他的裝備有分 紅、金、紫、藍、綠 那通常金色跟紅色的 你要不就自己做 可是前期你也缺素材 然後呢大部分都是打精英怪 或者是打網才會掉 所以你打到的都是藍裝 了不起紫裝 那如果沒有跨一個集聚 其實在打Boss的時候是無感的 大部分還是要靠著你一些技術 但這款遊戲前期我在玩的 這前十幾二十個小時 敵人的霸體有點 這應該是遊戲公司刻意設計的吧 就敵人的霸體很明顯 所以你通常都是要打帶跑 你感受不到說有你自己的操作 雖然官方有倡導說 你可以用格檔 然後呢去減低敵人的架式值 然後跟隻狼的模式有點類似 那問題是那個格檔產生的架式值降低 對於Boss來講超不明顯 然後再來就是Boss的動作 他很難用格檔就能去除的 那或許我是動作苦手啦 可能對於某一些大神來講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順帶一提我自然也破關了 所以我單純覺得這是遊戲設計上 還不夠純熟的關係 這點是我覺得後期的平衡調整 可以讓玩家的難度曲線有再更平滑一點 那或者是你可能可以玩輕鬆或玩普通就好了 可能玩困難的就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好那再來繼續從戰鬥上面去去聊 他戰鬥的話有分技能 技能有刀槍弓馬 那目前的話我是從頭到尾都只用槍跟馬通關 那如果二週目有機會說不定會玩刀跟弓 那遊戲也可以鼓勵你去洗點 你可能槍玩爛了 然後你就去玩刀去玩弓 可以 但是因為就只能裝四個技能 他技能跟技能的銜接比較沒有像是那種連續的 就是你很難體現到說我一個招式接一個招式 可以產生很華麗的效果 他大部分的招式都是一招放完 然後再接一招一招 這點也是我覺得之後可以再做好一點的地方 就是你的招式連關會更順 再來就是我們的招式 就是霸體程度很低 很容易被敵方的小兵的那個突刺啊 或者是一刀就把你的動作給取消掉了 我堂堂一個趙雲 我使一個什麼刀劍亂舞 刀槍亂舞 然後被一個小兵戳一下 然後動作就停了 這點也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戰鬥層面的話 你當然就是找到你自己適合的玩法 我覺得就可以了 但動作上來說我覺得蠻華麗的 不愧是在2024年推出的 動作上的表現我覺得還不錯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聊一下劇情的部分 劇情的話呢 他其實是從我們熟悉的趙雲的後半段 戒橋戰 然後呢 九宮孫戰 與劉備 然後禁小配 抵抗呂布 然後呢 流亡星野 然後遇到諸葛亮 但我們比較不了解的是趙雲的前段 好比如說 他出生的地方 如何學習舞藝 然後年輕的時候有什麼好友 然後遇到哪一些妹子 但感情這一點的話 劇情上來說 我覺得你就把它當一個 一個新的文本來看就好了 好因為他跟我們傳統認識的 趙雲不太一樣 好因為傳統認識的趙雲就是一名工匠嘛 比較沒有什麼兒女情懷 或者是他小時候長大的過程 那這邊的話呢 會幫你補齊這個部分 好就算是讓你多了解趙雲的另外一個面向 對話幾乎都是全程語音 這點要給予大大的成展 因為畢竟全程語音也是非常辛苦的 好但是 在感情上的描寫 描寫上面的話就比較可惜 我們在整個遊玩過程中會遇到三個妹子 帆娟 馬雲露 然後跟那個公順月 但是我們最後都不會有結果 就是至少在目前的結局上面 都是走到一半就停止的 所以官方可能是想要在DLC的時候補出這個部分 但以劇情的表現上來講就會覺得 這是一個半成品 如果說戰鬥的話只是有一點感覺 半成品的話 那我覺得劇情的表現上更是如此 就所有的東西都到一半就停止了 沒有給你一個太好的期望 然後呢 由於劇情也是一本道 你也沒有辦法做幾乎整個30個小時的遊玩過程 沒有做過幾次選擇 好像就兩次吧 最後要不要放過你的弟弟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選擇 大概就這樣 所以你也沒辦法對這整個遊戲的劇情做掌控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說 你就好像就是玩一個人家給你設定好的文本 那當然就是RPG的模式是這樣 只是通常RPG比如說像仙剑西夏傳 我們會從頭到尾嗎 好比如說我們認識趙玲兒 到趙玲兒最後趙玲兒跟蛇怪一起同歸大海 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 趙玲兒就是我們認識趙玲兒 然後趙玲兒到一半就不見了 然後遊戲就結局 大概是這樣 所以劇情上面我是比較不滿意的 期待後續的DLC會把它做一個很好的補充 好那戰鬥的部分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最後講一下 最後講一下我另外一個 還有我覺得這個遊戲可以再加一加強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道具製作獲得煉化的這個部分 我們拿到裝備可以對它做一個無印的動作 就是在這個武器上面去加一個屬性 比如說像是火、冰、雷、毒 但是在遊戲裡面呢他並沒有跟你講說 這些他只跟你說這些屬性可以克制敵人 可是我們不曉得敵人怕什麼 你是怕雷呢還是怕冰還是怕毒呢 我們都不知道 再來是我們裝了毒之後 我們可以給敵人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要自己實測 原來我裝了毒之後敵人會扣血 那我裝了冰之後敵人也會扣血 我裝了火之後敵人也會扣血 那到底是裝哪一個比較好 它的效益在哪裡 如果說這個跟暗黑有點類似的話 那它的效益比應該要出來 然後另外我們遊戲中可以拿到那個圖鑑 譬如說我們可以拿到70級的端造圖鑑 但是通常拿到70級的時候就要破怪了 那再來它獲得的素材也不好獲得 你必須要到世界各地去收集 那喜歡收集的人或許就會很喜歡 但對我來講的話 這個收集的過程就有點繁瑣 所以我從遊戲玩到最後過關 只鍛造過一件裝備 我希望之後修改的時候可以降低 鍛造難度 譬如說幾乎所有的鍛造東西 就可以從敵人身上取得 不用再去各地的地圖去採集 我覺得這點有點麻煩 因為要玩這個就是享受趙雲 衝鋒獻身的開關 那你打到一半 欸等等我先去採集一下 那這點就有點可 有點可惜 然後另外裡面還有一個八卦乳 八卦乳的話它跟你說放進六樣東西 就可以做成一個裝備 但是他也沒跟你說可以做出什麼樣的裝備 又或者是說我要做一個什麼樣的裝備 它需要拿六樣道具 這樣的摸索過程我覺得是可以避免的 就是你今天給我一個八卦乳 就像以前的軒圓劍一樣 連搖壺 那我丟幾個東西它就會顯示我可以產生什麼 但我幾乎把遊戲裡面大部分的道具都放進去八卦乳 但我還是不曉得我可以得到什麼 甚至融合也不會成功 因為它沒有融合的選項給你 所以這點都是我覺得遊戲有很大的規劃 但是在小細節上還沒有完成 所以可能是資金有限吧 那希望做完了七八十%先推出來 然後至少先有資金入账 然後呢後續再做顧價 那如果我覺得從這一點上面去做考驗 我個人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是想要買進來 體驗這個遊戲的完整過程 或者是說體驗一個完整版的早運算 那我覺得你可能會有點失望 我覺得你應該要等它後續 補齊所有資料之後 你才會有更好的遊戲體驗 但如果你是要支持這個 可能是國產遊戲的立場 那以這個價格三百塊 三百塊來講 那我覺得是ok的沒有問題 因為畢竟 隨便買個手遊的通行針 就三百塊了 一單就三四千塊了 所以我個人玩起來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啦 如果滿分一百分 我覺得應該有個70分吧 70分可以推薦 剩下30分等它補強之後再說 好那以上呢是這一次趙運轉 我個人玩了30個小時左右的體驗 還有一些我覺得缺點跟優點的地方 就分享給你 好那給一些準備要入手的人 做一個參考 那也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那非常感謝你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